大家好,我是Cindy 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相聚在Cindy液化Oracle这一套系列基础视频中 我呢,在编程这个行业已经工作了很多年 非常希望能够将自己学习到的知识和经历过的工作 用最简单和最生动的语言传递给大家 Cindy液化Oracle这套课程主要介绍的就是Oracle数据库的基础知识和应用 尤其是应用,在我们这套课程体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希望大家在学完Cindy液化Oracle这套课程之后 就能够轻松的进入Oracle数据库编程的世界 好的,话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始第一张Oracle环境配置和基本概念的学习 本节课呢,我们将学习Oracle的安装步骤 Oracle呢,是甲骨文公司推出的企业级的数据库管理软件 那么在现在很多大型软件和大型的这种应用程序中哈 都会看到Oracle数据库的身影 可以说它是我们现在很多应用软件的数据支撑 要学习Oracle呢,首先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的操作系统中安装Oracle数据库管理系统 我从网上呢,已经下载了支持Windows操作系统的Oracle的安装文件 当然因为现在的Windows操作系统既有64位 又有32位,所以我两个安装文件都下载了 不过呢,这里需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 不管是64位操作系统还是32位的Windows操作系统 都可以安装Oracle32位的这种数据库管理软件 但是如果是要安装64位的Oracle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就必须是使用64位的Windows操作系统 那么作为演示哈,我们就只安装Oracle32位的这样一个数据库管理系统 那我这里选择的安装版本呢,是11GRE 我们知道Oracle现在它的版本已经进化到了12C 不过呢,11G已经出来很久,而且相对比较稳定 所以我们这次培训还是选择的11G数据库 那么11G数据库呢,R1版本 我们先来看一下安装应该如何 安装首先解压 解压出来之后 看一下会很快 解压出来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database里面是有一个叫做setup.exe 好,在它解压的过程中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在网上直接搜的 当我们把11G解压之后呢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database的文件夹 在database之中呢 有一个叫做setup.exe的文件 双击exe 好,就出现了一个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的这样一个东西 好,一个界面 紧接着呢 好,就会跳转到下一步 选择安装方法 好,是基本安装还是高级安装 好,我们可以选择基本安装 看一下,还是没有解压完毕 稍等一下哈 等它解压完毕 就可以看到database这样一个文件夹 好,接下来我们可以双击 setup.exe 就会跳出哈 一个OracleUniversal Installer 就跟刚才那个安装教程的指示是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呢 当这个cmd窗口消失之后哈 等会儿就会出现Oracle的一个安装界面 好的,现在安装界面已经出来 这里呢,安装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基本安装 一种是高级安装 如果我们作为初学者 可以先选择基本安装 基本安装首先会指定Oracle的安装位置 比方说它默认的是D盘的 App Administrator 好,当然我可以修改吗 当然可以修改 我可以把它改成F盘 那么底下就是Oracle的主目录 这个很重要哈 主目录 接下来呢 它会问要不要创建一个启动数据库 OK 我们选择创建 在安装Oracle的同时 就安装了一个启动的数据库 默认启动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呢 Oracle一般默认是叫Oracle 当然我也可以不叫Oracle 比方说我叫Oracle 好,口令的话呢 数据库口令就是密码 比方说我现在输入123456 确认123456 好的,选择下一步 当我们点击下一步的时候哈 它会呢 去做一些先决条件的检查 就是到底能不能安装Oracle 能否安装成功哈 会做一个先决条件的检查 那现在已经跳出来了 哎,糟糕,会报错 好,为什么会报错呢 我现在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7 Windows7在检查操作系统的要求 是一定会报错的 不过这并不代表 Windows7就不能安装Oracle11G 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 直接打勾 直接打勾 因为这个操作系统的要求 要求是5.0,5.1,5.2,6.0 但Windows7它的这个操作系统的版本是6.1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自己打勾 代表用户已验证 同理对于第二个未执行的先决条件的检查 我们也直接打勾 代表用户已验证 接下来点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之后呢 它会出现一个Oracle Configuration Manager Oracle的配置管理器注册 我们可以不去管它 选择下一步 就出现了一个Oracle的University is Donor的一个盖要文件 这就是安装的前期准备的盖要文件 包括我的这个全局设置来源是哪里 安装到哪里去 安装类型是什么 产品语言是简体中文英语 以及空间要求 接下来点击安装 就可以进入到这样一个安装过程 整个Oracle的安装呢 会持续半个小时左右 出于时间关系的话呢 我就不在这里点击安装了 因为我的系统呢 已经安装好了 Oracle操作系统 Oracle数据库管理系统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教程 当我们完全安装完毕之后 会弹出这样一个对话框 就是数据库创建已经完成 然后会告诉你创建了些什么 当然你可以点击口令管理 进入账户管理 也可以点击确定退出 如果点击口令管理 这里就会出现Oracle系统的一些初始用户 比方说Squart用户啊 还有等等其他的用户 这些用户有些是被锁定啊 你可以在这里把勾勾去掉 就代表解锁 并且给它设置新的密码 OK 如果不设置的话呢 箱子里面很多用户都是被锁定的啊 如果这里不设置呢 我们到时候也可以自己来设置 是否启用这些账户 好的 那么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已经就代表Oracle哈 已经成功安装 一旦成功安装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里输一个DOS命令 叫做Services.msc 这个地方呢 就进入到了Windows操作系统的服务列表 服务列表哈 服务列表 这个服务列表是什么呢 这是操作系统当前所有的服务的列表 我们既然安装了Oracle哈 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服务列表中就会出现 一二三四五个 五个服务Oracle打头的服务 其中有两个服务特别重要 如果我们要跟数据库交互 首先Oracle默认安装的Oracle这个数据库 Oracle Service Oracle这个服务是一定要启动的 接下来还有个TLS Listener监听服务 也必须要启动 一旦这两个服务能够正常启动 那么我们就可以跟Oracle数据库进行交互了 好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次课 Oracle的安装步骤介绍 请同学们呢 根据我们这次课的介绍 一步一步安装好Oracle 如果Oracle安装不成功 也不要害怕 因为我这个地方呢 不管是我这里提供的这个NT环境手工卸载Oracle也好 还是在网上去搜一个Oracle的完全卸载方式也好 都可以先将Oracle卸载干净 那么再重新安装Oracle 不过呢 我这里提供的NT环境完全卸载Oracle呢 是针对Oracle10的 但是Oracle11G也同样适用 只要这上面有的我都删 如果这上面有而系统没有的我就不去管它 一步一步往下走 绝对可以将Oracle卸载干净 当然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去百度一下 看一下网上的这种完全卸载的步骤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都可以跟着做 只要Oracle卸载干净 重装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是Oracle如果卸载不干净 你在重装的话 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很容易出错 不过也没关系 出什么错 我们就去解决 针对这个错误去解决 就没关系啊 如果不知道是什么错呢 都可以百度一下 那么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联系我 好的 这个就是Oracle安装步骤的介绍 同学们我们下次课再见